建国高知凡的二十人临时提案 鉴于98年9月天下杂志特别针对水资源问题深入探讨 文中提到台湾自来水漏水率达超过22% 比全球平均17%为高 而日本只有7% 以纯意计算台水一年所漏掉的金额可让公司获利增加100倍以上 一年平均漏掉数十一元 然而事隔一年 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基隆细致 自8月26日起已开始实施自来水第一阶段限制供水措施 该公案也指出 澎湖地区于7月23日临时起开始实施自来水第一阶段限制供水措施 显示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确实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而自来水公司年龄亏损对于漏水率之降低利有未待 故提案建设相关单位在宣导决于用水的同时 也应积极改善漏水率 考虑以政府编列预算之方式加速财劳就管线 并且实施相关一面措施是否当 请公觉